一段家国王室 数度秋雨春风 同宗两岸 海峡一弯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云 有哪些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血浓于水的 一脉相承 天涯共死时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拨开岁月尘封一案 揭秘历史背后 鲜为人知的内幕 带您走进见证传奇的 欧云人 分享难忘的台海记 一位中共情报员 以素纪元的身份 秘密潜伏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开始了惊心动魄的情报生涯 危难重重的岁月里 他和华明之携手 成为夫妻情报组 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提供绝密情报 他被誉为 暗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欢迎您收看天涯共死时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在蒋介石身边 有一个优秀的素纪元 深受国民党高组的宪政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一名 长期潜伏的共产党员 他的名字就叫沈安娜 在重庆 沈安娜和丈夫带着孩子 一边躲避日军的轰炸 一边时刻准备着 为党组织搜集国民党的重要情况 在生活中 二人可谓是贫病交加 他们咬牙坚持着 遭遇生死难关 他们也掩饰着内心的煎熬 巧妙化解 蒋介石还不曾想到 在他身边不远地方坐着的 那位素纪小姐 其实就是一名 坦日日清讲的共产党员 情报工作可谓是危机处处 在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之后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沈安娜夫妇与党组织 失去了联系 那么夫妻二人 究竟是怎样度过了这样一段 最痛苦的又最艰难的岁月 2001年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 中央电视台新联新艺术团 特意在党的诞生地浙江嘉兴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 八十六岁的沈安娜 第一次在万众瞩目的公众场合 谈及自己的秘密往事 也是从这一刻起 她的传奇的一生 才逐渐被世人所关注与知晓 今天呢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特别的地方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 向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位 特殊的共产党员 他就是在新中国解放前夕 长期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 老共产党员 沈安娜老人 认识一下沈老 你好啊 请你能不能告诉大家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八十六 八十六岁啊 看上去很年轻啊 沈老你看我们后头 那么多年轻同志 都在为您鼓掌啊 我们知道您特别年轻的时候 就入党了 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 入党的 当时在白色恐怖之下 不可能举行入党仪式 但是党旗就在我的心中 我默默地宣誓 为了党的事业 不惜牺牲个人一切 甚至自己的生命 沈老 你看大家又一次的鼓掌了 那是六十多年前的 1939年初秋 24岁的沈安娜 在从事中共秘密情报工作 四年之后 经时任中共中央 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 伯谷同志批准 决定接收沈安娜入党 卢静如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他就一见门很高兴的样子 他说告诉你一个开心的事情 你已经披着个热打了 让我跳起来高兴 这个激动的流泪 把顿子把卢大吉抱起来 后来陆大吉祥 这个我呢 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不服同志的 组织部长 他批准的 没有证实入党手续 没有宣誓仪式 在上青寺地区 位于重庆国民党政治中心的 这座房子里 沈安娜正式成为了一名 共产党员 他说我告诉你 伯谷同志家 做一个共产党员 要始终对党 见证不遇 始终对党 见证不遇 他是要好好记住这个话 我觉得这个是分量非常重要 很重要 这个我跟我两个人 一直把这句话记得心 博谷 原名秦邦县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因情报工作 沈安娜在武汉和重庆 曾多次向其和董碧武等人 当面汇报工作 她的言谈和教诲 也在无形中影响着 这个让大家感到亲切的小素季 在博谷百年诞辰之际 沈安娜将这句影响了她大半生的座右鸣 亲手书写了下来 悬挂在秦邦县故居内 以表达对博谷的感激与缅怀 他说秦邦县当年领导秘密工作的事迹 他说我自知甚少 但他批准我入党 并教导我始终对党见证不遇 现在回想起来 对我后来坚持战斗在敌人心脏 实在是至关重要的 1940年2月 沈安娜和华明智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取名华克放 其中克取能之意 与这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胜利解放 我父亲他们都知道了 就是要表示作贺 然后就让那个罗大姐 就给沈安娜 沈阿姨 买了好多小孩的用品 都有什么呢 有那个小孩的帽子 鞋袜 还有一个那个仇子的斗篷 然后送去了 就是南方去财务处报销 沈阿姨很感动 感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华克放带着父母美好的寄予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 现实 却是残酷与无情的 它降生的这一年 正是前后历史五年的 重庆大轰炸中 最惨烈的一年 仅这一年 轰炸重庆的日期就超过了2000架次 投掷了4000多吨炸弹 2000多户重庆民居被毁 损失极其惨重 重庆西南多山 那这个时候呢 日军的基建化部队 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 就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日本就开始 就开始采取了 这个无选择性的红炸 因为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够来 对这个地方进行威胁 这是华克放的姑父鲁兹成 当年拍下的一张照片 照片中 沈安娜一家 居住的上青寺一带 火光冲天 在这一天的空气中 只有两个多月的华克放 被父母抱着钻房空洞 却差点遭遇致命之劫 一颗重磅炸弹 炸下来了之后 我爸爸妈妈给我形容 我们坐在地上 就被弹起来 那个时候砖 没有砖了 就石头啊 这个沙裂啊 都往下掉 孩子也就掉在地上 包袱也掉在地上 我爸爸呢 就大声地喊 我儿掉地上了 不要动了 我爸爸妈妈就拼命地摸呀 才把两个多月大的我呢 才抱起来 大轰炸最紧张时 曾发生防空警报联想七日 大火连烧三天的情景 多警报 钻房空洞 成为那段时间里 沈安娜一家的生活常态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战场上 他们还必须 时刻准备着 日本飞机轰炸以后 日本飞机轰炸以后 当时呢 国民港的高层会议 都是在晚上照开 我就赶到会场 当时大官他们 都吃饱了晚饭了 我呢 我的肚子在那里 拼命挣扎 数据 有时候感觉到 头昏眼花 两手发抖 但是我自己警告自己 这个会场就是战场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要晕倒 坚持为他收集更多的情报 这一时期 同为国民政府普通职员的 沈安娜夫妇 生活十分辛苦 每一月的工资 常常不够开销 很多时候 只能靠借钱度日 下班回到十平米的家中 一碗热泡饭 就是难得的美食 入夜后 夫妻二人还要轮流作业 整编情报 并将未能立刻送出的情报 妥善逆藏 夜已即日地完成 组织交付的任务 沈安娜在班上搞速记 不是速记符号吗 她把它整理成文字 她整理成文字以后 她的丈夫华明珍就接着干 沈安娜整理成文字以后 已经到夜里十点多了 她就睡觉了 她丈夫就把它负责整理成情报 就他们这个配合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最佳派党 1940年秋 平日里只负责整理情报的华明珍 在其所管理的军委会 政治部电讯总队的文件中 意外地发现了一份绝密文件 里面载有国民党各军师驻地和藩号 以及军长 师长 政治部主任姓名编号的内容 华明珍向卢静如提出 可以利用办公制度和工作规律上的漏洞 获得一夜的时间差 以取得这份情报 卢静如在请示博股后 同意了他的方案 大家连也赶 赶完以后 最后就 再让罗大姐叫回去 这样的不知不觉的 人不知鬼不觉的 这个材料就炒下来了 那么那边也没有发现 作为一名情报工作者 华明珍关键时刻体现出的 敏锐与果敢素质 受到中共南方局领导的称赞 不久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逐步升级 华明珍所在的电讯总队许多重要岗位 都改由新调任的军统特务把控 安全起见 经中共南方局党组织同意 在沈安娜的周旋下 华明珍被推荐到政治色彩相对淡化的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 几个月之后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宛南事变 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万的工作人员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开始分批撤退转移 经党组织安排 沈安娜夫妇的领导人 由徐仲航接替了卢靖茹 徐仲航 辽宁海城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任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组重要成员 他的公开职务 是国民党官方出版社 郑中书局管理处处长 出到重庆时 沈安娜夫妇惊人介绍 就已和这位性格豪爽 待人热情的徐大哥相识 现在 他们又因共同的秘密工作 而并肩作战 晚南事变后 中共中央提出 在政治上取公事 在军事上取首饰的战略防针 与国民党展开了积极的斗争 迫使蒋介石在1941年2月公开表示 以后已绝无剿共的军事 但是 在国民党的各种内部会议上 反共部署从来没有停止 列席会议的沈安娜 将这些情报源源不断地 交给了徐仲航 因为徐仲航这个人 他很好爽 他也比较粗心 你看第一次 沈安娜给他情报的时候 他就往那个西装 兜了一装就完了 连沈安娜看着都觉得不合适了 就把他的西装 下摆给撕开一个口 把情报装进去 再缝上 1941年10月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 进入例行筹备阶段 徐仲航指示 要尽量在会前搜集到 会议重要报告的草案 此时 沈安娜已怀孕八个月 本该休息的她 为了获取情报 仍坚持每天上班 在山城里 临产之际的沈安娜 每天要行走数不清的台阶 上班后 还四处溜达 借给各科帮忙之际 收集情报 终于 一个偶然的机会 沈安娜看到了何应钦 徐恩曾的两份反共的草案 凭着超强的记忆力 她迅速把重要内容 熟记在心 随后 用自己独创的苏联符号 将内容记录了下来 在化明之整理摘编后 由徐仲航 上交给了中共南方局 她这个天生的情报员 有一个特质 就是她记忆力特别强 她可能只要看上半分钟 看上20秒 很快她就可以知道 这个文件里面 到底是写些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马上记忆下来 然后呢 用数据的这个符号 把它记载下来 一个月后 沈安娜夫妇的第三个孩子 出生了 取名华庆馨 寓意着中华民族 必将迎来全新的世界 1941年12月15日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 沈安娜深知 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孩子尚未满月 就回到了单位 坚持帮助整理会议记录 由此获得了 这次会议上所有的 反共绝密文件 然后两个人就流水作业 上半夜 沈安娜把这个 数据符号变成中文的记录 下半夜 这个华明知 把这个很长的记录稿 把它缩编成情报 然后半夜了 华明知一发现 这个地方 你记录的不详细 还得把沈安娜推醒了 直到徐仲航 驱走情报的那一刻 沈安娜夫妇 才如是重负 这一年多来 沈安娜劳累过度 加之生养孩子 缺乏营养 患上了胃病与肺结核 并有严重的失眠症 这一年 沈安娜年仅26岁 从事秘密地下工作 已将近七个年头 个人 家庭 正和国家民族一样 要我们尝试一个 更艰苦的磨练 这滋味 非体验过的人 实在不易 真切地理解 安娜失眠 安娜失眠 半夜之后不能醒 一醒就得看天亮 薪水已接到三个月之后 大量的支出实在无力应付 沈安娜在信末 勉强写了一句 正值旧历遂尾 以贫病交迫之生活 没以童年之欢心 而今不堪回首已 这是1942年 华明知写给好友 哈泽民的一封信 直到沈安娜夫妇去世之后 孩子们才从这封信中 真切地感受到 父母当年那段 贫病交加的艰苦岁月 这一封信是 母亲去世后 那是2010年6月 我们很出人意料地 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从四川南充保存了 68年 沈安娜传递的情报 受到南方局领导的高度重视 徐中航向沈安娜 化明知 转达了上级党组织 对他们的表扬和鼓励 他说 这两个文件很重要 使我党及时掌握了国民党顽固派 对待我党的政策和动向 我把全部文件 他们就转到中央社会部 交给李克隆同志 他们在1912年 从沈安娜在九中全会上获得的两个反共青党文件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当时形势是很严峻的 沈安娜提供了这个情报 对我们党及时了解或掌握 后这个研究制定 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 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情报部 给中央的情报上批示 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 这种动摇 思要带到法西斯失败时 才会起变化 那时变好变坏 当以国际国内条件来决定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 国民党加强了对各机关职员的审查和控制 1942年夏天 为了取得更有力的掩护条件 徐仲航委托沈安娜 通过特别入党的办法 尽快取得国民党党政 沈安娜利用上层关系 很顺利地帮她填写了特别入党表格 但也没找到合适的中央委员签字 此事被拖延了下来 一个月过去了 到了沈安娜夫妇与徐仲航约定街头的日子 但徐仲航却没有出现 等待几个星期后 徐仲航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在与华明智商量后 沈安娜以国民党机关同事的身份 给徐仲航寄出了一封信 几天之后 两个身份不明的人 突然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 指明要见沈安娜 这两个小偷马上就拿出了那封信 说沈婉 这是你写给徐仲航的信了吗 信吗 徐仲航现在被抓起来了 我母亲一看 赖不掉啊 白纸黑字 就是我母亲的笔迹嘛 然后呢 她就这个时候 很机灵地就反映出来了 她说 吴飞是向朋友借几个钱嘛 现在国难当头 谁不缺钱呢 有什么问题啊 他们说 他是共党 给抓起来了 我怎么知道他是共党 有什么事 找朱秘书长去 我没什么好跟你们说的 为安全起见 沈安娜夫妇连夜 把家中一切 可能引起怀疑的书籍信件 统统投到火炉中 焚烧得一干二净 十夜 沈安娜和丈夫握手无言 这夜难眠 我抑制住心跳 打破了寂静 我先说了话 明知 所有的情报 都是我拿的 如果我被抓进去了 你要尽量保住自己 保护好孩子 明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安娜 我们打入敌内这么多年了 敌人的残酷 我们还不知道吗 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也紧紧握住明知的手 当时他们也做了最坏的准备 就是将生死置之度外 甚至下决心 要留取担心赵汉清 要做一个无名英雄 就像中莱同志 教导他们的地下工作人员 必须要触乱 这个不经 要有应勿 之后的几天 沈安娜夫妇每天若无其事 照常上班 面对各方的试探 威胁和审查 也都淡然处之 巧妙化解 不久 中央党部秘书处财务处长 兼郑中书籍董事长 找到了沈安娜 开门见山地质问她 为徐仲航办理 特别入党的事情 我母亲就说 我只觉得介绍人 入党事件好着 就装出一副很委屈的 很不懂事的这种样子来 这样呢 我母亲一拐弯了 又说了一句 说徐仲航不是您手下 在郑中书局 当处长嘛 这句话呢 正好点在 这个处长的要害 在那个年头 谁愿意自己的手下 出个共党啊 处长说算了算了 以后可不能这样 随便介绍入党了 万一钻进个共党 可怎么得了 这一段时间是沈安娜夫妇 潜伏敌营以来 最紧张 最痛苦的日子 他们居住的隔壁 就是宪兵队的牢笼 凄惨的叫声 经常夜半传来 不绝于耳 而在这些日子听来 更加刺耳追心 受刑的人中 也许就有他们尊敬的 徐大哥 此时 他俩的安危 就细于徐仲航的 唇齿之间 与徐仲航同时被捕的 还有两位 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同志 在国民党的苦行中 一人牺牲 一人自首 只有遍体鳞伤的徐仲航 仍咬紧牙关 坚持斗争 使临时危机 没有演变成为一场灾难 1944年 饱受苦难的徐仲航 竟与国民党要员 私交甚好的 中共秘密地下党员 同时 也是他的东北老乡的 严宝航多方斡选 由国民党元老李继生 保释出狱 之后 党组织对徐仲航的 被捕问题 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 徐仲航出狱后 在淡泊中 度过了余生 1976年 67岁的徐仲航 在北京逝世 徐仲航的坚真不去 使沈安娜夫妇的传奇人生 没有成为断章 危机总算过去 但与徐仲航一直单线联系的沈安娜夫妇 与党组织的联系 也就此中断 但是 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 两人一如既往地搜集 以整理密藏情报 失效后 再亲手销毁 无数次这样无奈地循环 内心的痛苦 难以言表 他不断地吸收这些文件 放在自己住的地方 那总会暴露 所以 他就一直等待 非常焦虑 可是也不能等太久 可能等个几天 发现不行了 就把这个文件烧掉 所以他就非常地危险 尽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是把它放过去 1942年11月2日 国民党五届时中全会召开 社会部长谷正刚 在会上做所谓特种报告 并就组织特种委员会的问题 提出议案 大会进行讨论时 坐在第一排的监察委员 国民党元老张继 起立发言 大会进行讨论时 长级老人 他就知道 讲就是讲 刚才拿军下你身边 你还不知道呢 我当时心里一军 我马上自己就回过来想 我想这个肯定不是说对我 要是说对我 早就把我抓起来了 我就听下去 这简直是很生气 这么这个张继了 很害怕了 因为站起来就是 会议就这么弄杀了 张继自己又何曾想到 此时坐得离他 比蒋介石更近的那位 素季小姐 就是他所说的 共产党 与组织失去联系后 沈安娜曾数次 想主动寻找组织 但他清醒地知道 如果贸然前去 不仅给个人带来危险 而且可能是党组织和同志们 受到牵连 华明知也安慰妻子 把埋伏当折服 总会有惊折的一天 沈安娜数次想到 南方局去 汇报 因为他当时也掌握了 很多情况 但是他又死死地记得 第一次与博谷 这个见面时候所谈的 做情报工作 纪律是第一位的 然后当时后来 董比武中文来所讲的 就是做情报 单线联系 单线联系叫什么呢 就是上线不动 下线不能动 因为像沈安娜这种 情报人员叫做 长线情报人员 他不想执行某一个任务 去获取某一个情报 就是一次性的 而像这种长线的情报人员 纪律地执行 就是最关键的 所以说 在上级组织失联的情况下 没有新的人员 与他接头的情况下 沈安娜只有两个字等待 我们跟当时去联系了 手里有情报送不出去 平补兵交价的时候 我们也有交接 交忧虑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 都是互相勉励 互相安慰 我们唱的时候 哼的时候 过几个 你还记得吗 最后一句 其实沈安娜夫妇的家 离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 主要活动区域 重庆三沿 并不遥远 有时一家人晚饭后散步 经常会不知不觉地 走到离红颜不远的 画龙桥山坡下 扬手眺望 百般滋味 涌上心头 后来我妈妈说 我多么羡慕 红颜上的人 他们可以住在一起 吃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他们可以在一起笑 也可以在一起哭 可是我们俩呢 我们的眼泪呢 只能默默地 留在肚子里 想到这的时候 我妈妈眼泪要下来了 我爸爸就说 安娜 此处不可久留啊 我妈妈冷静地一想 是啊 不可久留 我妈妈就想 总有一天 党组织会来找我们 1943年5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 沈安娜兼任了 新生活运动 妇女指导委员会的 素纪工作 为宋美玲的讲话 做素纪 每次给宋美玲 素纪钱 她都会找出 自己最好的旗袍穿上 因为她认为 宋美玲实在是 气质出众 只有这样去见她 才显得比较得体 每次素纪完 沈安娜都将素纪符号 翻译成文字 工整抄录 由画明之 装定成册 封面还加上 漂亮的美入字标题 宋美玲看后 十分高兴 以后每次讲演 总要把沈安娜 带在身边 这样 沈安娜又多了一层 情报来源 与保护色 1943年 是沈安娜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 工作的第五年 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 两口之家 变成了四口之家 而他们居住的房子面积 仍不足十平方米 而这个房子里面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除了下雨 漏雨之外 还有大老鼠 四川重庆的大老鼠 就是出了名的 当时报上嘟嘟灯了 大老鼠半夜出来 能够把小孩的耳朵咬掉 鼻子咬掉 所以我妈妈就很 特别害怕 这个晚上都 搂着我们睡觉 考虑到沈安娜的住房困难 中央党部曾几次准备给他分配一处 条件较好一点的职员宿舍 但每次 在短暂的兴奋之后 沈安娜夫妇最终 都委婉地谢绝了 我们这个家就是个联络点啊 如果我们搬家了 党组织要找我们 到哪儿去找啊 我们还是暂时不搬吧 以后再说 就这么堂塞过去了 沈安娜与华明芝 在工作和生活的残酷考验中 一次次做出了坚定而正确的选择 也正是在忍耐与希望的双重交织中 夫妻二人掩饰着内心的煎熬与期待 相互扶持 互相勉励 默默地共同度过着 最痛苦 最艰难的岁月 他们始终相信 有着信仰的支撑 翘首以盼的那一天 终将会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